如果不解释眼前这个现象,相信大家一定以为这是在霍格沃兹发生的场景,只见窗外站着一只猫头鹰,嘴巴里还叼着一封未拆封的信件。 按照这个情形来看,妥妥的就是哈里波特里面猫头鹰送信的情节。 但屋子的主人却说,其实这家伙是自己半年前救过的一只雕骁。 记得当时把他留在家里,好吃好喝的照顾着,等到他的伤心痊愈后,就放他回归大自然了。 但没想到没过多久,这个小家伙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屋内,并且赖着不走了。 现在更是没想到他会当一个游地员。 别看他长得非常可爱,毛茸茸的还有一双大眼睛,但此时叼着信件的样子多少让人有点出戏。 只见屋主想要从雕骁的嘴里取出信件,可这家伙并不松口,反而一直在用大大的眼睛盯着小哥,仿佛在用眼神告诉对方, 你都没有给小费,我怎么能给你信件?实在不行,给点吃的也行啊。 可谁曾想小哥根本不打算和对方商量,在拿到信件后,转身就把窗户关住了,也不让这位游地员进屋来坐坐休息一下。 小哥看了下信件,没想到还真是自己的,看来雕骁并不是盲目的把信件乱送。 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,雕骁又来了,从窗户上看他的嘴里好像又叼着一封信。 小哥很是懵圈,因为就算这家伙成了一个专业的游地员,可自己也没有这么受欢迎啊, 怎么可能每天都有人给自己写信呢? 难不成这家伙为了来跟自己要食物,半路抢劫了一个信鸽,然后顶替了对方吗? 只见屋主打开窗户后,雕骁还是一动不动,依旧用自己那一双大眼睛死死的盯着小哥, 仿佛在说自己这次学聪明了,不给小费,绝不松口,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 他生气的瞪着小哥,就算对方用蛮力硬抢,也不做让步。 一般看到这样的场景,多多少少都会拿出一点吃的,犒劳一下雕骁,可谁曾想小哥有点铁石心肠,在抢过信件后又一次关住了窗户。 雕骁见到这一幕都看傻眼了,估计自己这辈子还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,这还有没有天理? 然而有趣的是,这根本不是信件,而是另外一面带有蚊子的纸张,雕骁在窗外十分的不服气,多次吃了闭门羹的他决定做点什么。 事后小哥从监控中发现,雕骁大摇大摆地闯进屋内,似乎是在寻找食物,而对方之所以能进到自己家里,估计也是养伤的那段时间,熟悉了家里的环境。 而小哥之所以不想给雕骁食物,其实是想让他适应野外环境的生活,靠自己去捕猎并寻找吃的,毕竟不可能一辈子都靠自己供应。 当初的好心举动,没想到还让这个家伙赖上自己了,最后小哥还是决定不给任何东西,为的就是要让他回归大自然,然后能独立生存。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,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